如果说你按照我们刚才的手法呢 这样子把这线子坠下来 从这边穿过去呢 用手指拉一拉看长度也可以啊 或者这时候呢直接上纸板也行 其实的话像这种的话 为了快速补网的话 我们平时补网的时候呢 把这网是掉下来的啊 掉下来的是快速补用纸板 因为这样用手拉一拉的话呢 这网也难免会有点长度不均匀 补出来的网呢 一个是不好看的 第二个呢 其实速度很慢啊 现在上纸板 上纸板怎么上呢啊 上纸板的话就是呢 这个纸板从这好的孔里面穿过去啊 然后呢 这个线子从上面啊 这个孔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 往下拉一拉 因为刚才这网眼的长度呢 哈 有点没控制好啊 来捏住 线子从这边绕一圈 那它从中间穿一圈 这个线头一定要手捏住啊 不然它跑 上面挑一下 把它线松开 然后往下一拉 这样子往下拉一拉的时候 来 把它拉到我们 这个纸板的宽度啊 这样就可以了 来 再来下一个线子过去 从上面穿过来 啊 捏住 一定要捏住 不能松 松了以后 它线子跑了呀 到时候疙瘩就控制不了了啊 穿一下 然后呢 再从中间 走那么一下 上面挑一挑 把它松开 然后呢 拉下来 哎 刚好呢 拉到合适长度 看到没有 这个疙瘩在这 纸板的上方 这样子啊 这样子孔呢 就是特别准确啊 比较准确 然后呢 下面这个地方啊 应该是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再到这里啊 下面呢 再来一颗 嗯 所以织网的时候 一定要上下观察观察 看看啊 尽量不要弄错了 你说错了怎么办 错了也无所谓啊 如果错一颗呢 你把它弄错一颗 你把它那个剪掉 到时候的话 多余的剪掉 也可以 这个从陌生到熟悉 它总共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多次实验啊 你不可能说上来啊 一下子就非常完美 那现在呢 上面这排科呢 补上了啊 那这地方呢 应该是连在一起 然后呢 再线子再到这 这就是一圈就到头了 把它穿过来 那还是打个结 好 长度呢 差不多啊 有点网眼 它多多少少有点变形 那现在呢 捏住 从背面穿过去 绕一圈 再从两线中间的走一下 啊 看到没有 这线子给它拉紧 顺着这线子往上滑 拉上去 这样子不会跑啊 下面好了以后呢 再下面这道 下面这道 来 长度 看看长度啊 看长度差不多以后 捏住 背面绕一圈 再绕一圈 再从中间穿一圈 为什么这个绕两圈呢 因为这地方 它是线头啊 怕它滑 其实的话 这样骨的扣呢 这样骨的扣是最紧了 缺点呢 就是麻烦啊 好 把这剪掉 因为这网眼变形 所穿补上的网啊 形状会不好看啊 原理上讲的 应该再把它剪一剪 弄一弄 但是呢 出于实际需要呢 我们也可以 就这样就算了 无所谓啊 看不好看 但是呢 并不影响用 那下面啊 现在看到没有 这边呢 还有好多洞在这里 是吧 这边呢 还缺了很多线子 那还是一辞略推吧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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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盖上 盖补的补上 这个呢就是 下面 没什么复杂 我们还是继续来啊 没什么复杂 继续来 现在刻味道 拉短一点啊 然后呢 从这边 绕板圈过去 这样子 锁向 到这边 好 这板来 哎呦 好 这样子摆 摆拍 弄网就不方便 刚才的线子 刚才的线子 好像 有点滑了 就这样 这样子穿上去 穿上去啊 捏住 你或者你直接绕两圈也行 啊 不同中间穿 直接绕两圈也可以 反正这补网手法 有很多种啊 并不威 然后呢 这边穿过去 那这个 扣到这边的话呢 到这边呢 到这地方就不要太激动了啊 到这边呢 跟这边连起来啊 因为我们现在 补网 就是为了上钩下连 再把它连在一起啊 来 下面呢 我们就是顺着这个线往下走啊 下来以后锁住 然后呢 再织一扣把它连上 再到这里 再往下面走 所以说这个洞 你学会看浓了以后啊 你平时补网的话 有些什么不太大的洞啊 真的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因为这手法 主要学的是这个 线子扣怎么结 扣怎么结 怎么走 把它连起来呢 这样子啊 拽过来是吧 捏住 捏住 半圈 好了 半圈 一圈从中央拉一道 好啊 下面呢 这个缺少的磕瓦 给它补上 现在把这线子先捏住 把它绷紧 然后呢 这样子啊 往下一拉 长度呢 大概观察观察啊 长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 我坐在这边 仍是有点侧面 有时候看的长度呢 不准确啊 差不多吧 来捏住 来这个线子从这边 啊 一圈 中央拉一道 好 那下面呢 到这地方了啊 现在再走就到这地方了 和这个这边的连起来 穿过来 长度对一下 两边长度对一下 好了以后呢 捏住 还是半圈 一圈绕过去 从中间穿一下 上面呢 打结了啊 把它往上挑一挑 再松开 再拉一下 好 这缺就补上了 那下面最后一个缺 看到没有 现在下的到这里 连到这里 再连到这里啊 这所以说呢 浮网这玩意的话 只要你会打结 看清那个缺的走向 其实很简单啊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想象中那么难的话 只是你没有头绪啊 上来 捏住 嗯 别过去一下 中间穿一道 下面这个好了 过来 啊 那长度差不多对上 一圈 两圈 最后一道哈 给它拉紧一点 两圈 从它中间穿一下 啊 这个三缩扣 补出来的疙瘩啊 大 但是呢 扣特别紧 平时这样子的话 不容易滑掉 把它剪掉 好嘞啊 那刚才的 多余的线头 太长的线头呢 剪掉 啊 那刚才这个洞 我们就很好地把它补下来了哈 因为这个摆拍啊 还有个呢 就是网眼变形 没有适当的修整到位 所以说呢 相关的控制呢 不是很到位啊 但是意思呢 就这么个意思 你看到没有啊 这样一个洞 你会补以后 别的再大的洞 补的原理 跟着也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的 只要你多补就熟练了 那么这希望呢 大家从这个视频当中呢 能把这补网啊 学会啊 手法呢 说实话讲啊 我这补网呢 也是不是特别熟练那种 抛砖引语 大家借鉴一下啊 那就这样 拜拜